我想要和我邻居家的哥哥表白 他长得又高又帅 我从小就想嫁给他 那你怎么现在才表白啊 我今年才满18岁 不满18岁之前 我妈不允许我早恋 这么小的妈 高中毕业了嘛 毕业了 而且我跟她上的是同一所大学 我真的好高啊 这个男生 哈喽 你好 我们是一个街头拍摄 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 想跟你一起玩游戏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别走啊 你听我说 这个女生叫小易 小易你认识吗 小易 你说的是哪个小易啊 这个 我给你找个照片啊 这个 这个女孩子 认识吗 就是她约我来的 你今天跟她表白 你家里知道吗 知道啊 我妈从小就说 让我嫁给她 因为这样回娘家近 你平时说话也是这么高冷吗 我跟你说话 我有害怕 我不太喜欢笑 面对陌生人就比较高冷一点 那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男生 她是阳光运动型大男孩 从小都特别多女生 让我给她递情书 都是她的小迷妹 就很活泼啊 还很古灵精怪 然后平常总是喜欢捉弄我 那你又给她写过情书吗 我可能写的更多在这几本里 哎呦 看到了没她就在前面 看到她 先办吧 来了 来了 自己过去把她打个招呼去吧 好 来了 你打我干嘛 待会都长不高了 你都一米七了还想长多高啊 那我以后找了个一九零以上的男朋友 轻轻都轻不到了 你才刚成年就想谈恋 小心我告诉阿姨你早恋 我现在不是还没练吗 你就是记得我有人追 对 感觉你们两个这样看好般配啊 学校里面有很多人以为我们俩是真情侣 那还不是因为你整天都黏着我 吃饭也跟着 打球也跟着 害得我都交不到女朋友了 哪有 这不是 因为要帮阿姨看着你吗 不然怕你在学校学坏 最好是这样 小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印象深刻的事啊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 我当时特别想吃辣条 然后饭学了 结果他不给我买 跟我说那是垃圾食品 但是我当时就是想吃嘛 也是二话不说 拿上辣条 拔腿就好 那后来呢 被老板抓住了吗 那他都跑了 我当然得给他付钱啊 反正小时候因为他没少挨打 那你是哥哥嘛 那帮帮我怎么了 我们节目呢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挑战正头戏来了 要不要玩 跟我挑战 我们今天玩壁东最适十秒钟 玩这么大的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吗 你可以吗 就在这里玩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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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吧 什么 对女生靠上啊 三 哇 这么着急啊 三 二 一 哇 哈哈 九 哇 你也是第一次玩这种吗 三 二 一 哇 哈哈 哈哈 你说你站这么直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也是第一次玩这种 那肯定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们俩离得太远了吧 七天了 哇 啊 啊 啊 十点八 哈哈哈 一 结束 哎呀 哈哈 刚刚玩游戏的时候 什么感觉啊 爽 哈哈 甚至还想再玩一下 啊 你好爽啊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有吗 我看你很淡定啊 我是装的其实 那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你回娘家 岂不是一分钟就到了 对 但是他妈妈说 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他会给我买一套大房子 哦 那你有没有想过 跟他变成真正的情侣啊 其实我们小时候 订过偶尔亲了 我爸妈也很喜欢他 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你最想和他做一件什么事情 那大概是在宿舍楼下听听 我也想撒个凉 我想带他去健身吧 因为他平常比较容易生病 想让他健康一点 现在呢 我们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 什么环节啊 等会就知道了 来我们先转身背靠背 对 等会呢我会数三个数 如果你们愿意和对方 谈个恋爱的话就转身 如果不愿意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走掉了啊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三 二 一 五 个人 抱一个吗抱一个 男生怎么那么点 对 对 对 你们刚刚跟我说 有那个不知道的小秘密吗 要不要跟对方说一下 就是你知道之前在学校里面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们是情侣吗 当然知道啊 不就是因为你在学校里散播谣言吗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从小就喜欢坑我 既然你觉得好玩 那我就陪你玩咯 这么丑的吗 你有什么小秘密吗 其实之前在学校里有男生追你 都是被我吓跑的 我就说为什么都没人追我 不过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现在有你了 我撒手了 见到男人手什么感觉 就是很大很温暖 以前不是也牵过吗 那像不一样了 现在是男朋友了呀 那最后就面对我们镜头拍一张合照吧 三二一